刚刚讲到了柯建民的态度 又或者是场内不断在酝酿 场外已经多少人了在预告 甚至需要更多人 左教授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记得柯建民有特别讲 这不是民进党动员的 可是这是一个民主的疯狗浪的来袭 最近大家开始慢慢的从中想到一些问题 也包含了就是当卓荣泰在前一天 也不断喊话说 礼拜五上礼拜二不要再集结了 不要再集结 可是柯建民持续的在喊说 用民主的海啸来防止蓝白 所以越来越受到说 这次是不是民进党版 我们讲卓荣泰跟柯建民 是另外一种版本的马王政争准备开始吗 好 首先我必须要讲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学界的朋友 到一个英文的杂志叫做 外交家Diplomant去投书 然后他们当然是要去声援这一次的这个青鸟行动了 那么但是他们声援的第一开头就讲说 这个不是一个民进党动员的结果 那我同意就是说民进党动员不太可能有这么多人 就只靠民进党动员不太可能有这么多人 但是民进党有没有动员 那当然是有嘛 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说 为什么当这个卓荣泰说 希望民众不要上街头之后 马上人少了这么多 我想刚才历史哥也讲了很多的这些过程 我觉得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说这不是民进党 说民进党没有动员 这个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而且更显得它这个动员的过程 有很多的有问题的地方 包括现在大家讨论很热烈的 这个所谓监控的问题 好 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现在是不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跟民进党的这个行政部门 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到 这次青鸟行动的本身来看 我看到民进党青鸟行动 大概有一个特质 就是它有很强的一些 在同温层的散播力 因为它讲了很多 它说了很多 看起来很感人的故事 当然都回溯到说 十年以前太阳花 也就是说它希望 它其实它诉说对象很清楚 就是说十年以前的太阳花 当时曾经号称有50万人上街头 它希望能够再把那个 50万人的那个力量再找回来 填补民进党在这一次总统大选 国会选举里头 大量流失的年轻的选票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为什么它要动员 做这么一次大规模的动员 它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所以它的诉求 当然就是从太阳花来展开 来运用太阳花这个图腾 这个记忆去用温情的喊话 去连结这些新的 新一代的这个年轻的朋友 而且还有一些 很让人担心的地方 就是说它连小朋友 这个国中生 它都要动员 你看有一些影片 照出来就是说 大概是国中生 或者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小生 那看起来大概顶多就是国中生 然后甚至有人就是在旁边说 这些人 这些小朋友为什么要站出来 因为他们怎么样 他们对于现在所谓 没有程序正义 没有讨论 他们觉得非常的愤怒 我当然很好奇 是他们怎么知道的 其实我注意到就是说 上一次这个前两天 那个沙哈主播的 这个高级栓里头 其实也有访问一些 台大的学生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到说 这里头也有很严重的什么呢 资讯的落差 或者说非常清楚是假消息 对啊 他一看有一位 我记得第一位 就其中一位受访人 一开始他就讲说 因为有这个两兆的乾坑法案 但非常清楚的 两兆乾坑法案 根本没有在院会讨论的 这个事项里头 然后呢 沈柏阳就说 这是因为他的关系 把他挡住了 然后苗柏亚也说 是因为场外抗议 才勉强挡住 这都是很明 非常明确的谎言 因为在5月16号 也就是在5月16号 那天晚上的这个 党团协商里头 都已经非常明确的确认 说不会去讨论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要等 新任的交通部长上任之后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谎言 竟然可以不断地复制 然后你会发现到 很多年轻的 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 就是到底 立法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说 那你说这不是动员而来 是怎么而来的呢 那就是说 因为他在同温层当中 去创造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去释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去散播这样子的讯息 让他们觉得说 真的立法院做了什么 可怕的事情 然后你看 还有你大家如果看到 这个当天上街头的 比方以这个力量 人最多的那一天 5月24号那天晚上 那天的活动里头 其实也可以看到什么 拒绝中国法案 这个国会改革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这个但居然变成一个 很有力的一种口号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说如果这么下去 那行政部门要怎么样 未来要怎么样进行 怎么样进行治理 你变每一个案子 都要跟这个国会的在野党 据多数的在野党去对冲 就要去冲突去冲撞 你才有可能得到 你所想要通过的法案 那这个没有办法治理 所以说很清楚 就是为什么 柯建民当然他们 可以享受这些光环 说你看太阳花又回来了 你看又成功的动员群众 你这些暴力的 甚至钟嘉宾去冲撞 那个陈清辉的 这些都变成合理的了 我当然觉得很难过 就是说这么多人出来 去抗议国会的这个改革法案 居然没有人在这个当中 去抗议钟嘉宾所采取的行动 这个难道没有问题吗 这个难道不应该 也同样被检讨吗 所以我认为其实 当然他已经达到了 他的效果是什么 第一个 他掌握到讯息散布的管道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到底他怎么动员出来 这个才是我们值得关心的 第一个他掌握了 散布讯息的管道 你看他很多人是在 Thread上看到这个讯息 那Thread的这个界面 它基本上绿营的声音 是距离绝大多数 蓝营的声音其实是少很多 所以通过Thread的 这个新的一个传播媒介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看到说 要国会又在那边乱了 这是我认为他的第一个 已经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他掌握到一个接触 年轻人的一个讯息管道 因为现在你说 我们有提供正确的讯息 我在网路上都有 我在我的网页上 立法院网页上都有 年轻人不会去看 年轻人看的是什么 朋友转给他的讯息 年轻人看的是社群媒体里头 大家在传播的东西 所以你怎么样去掌握 这个社群媒体才是关键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 他创造一个效果 让大家觉得国会就是在乱 其实谁开始乱的 是不是民进党开始乱的 那你看 大家就说 你看为什么兰委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民进党立法委员 把韩国瑜团团的围住 最后用举手表决 那是因为民进党不断要去 想要攻占主席台 所以大家不敢离开主席台 最后才用举手表决 而且举手表决是在 立法院的这个议事规则里头 明定有这么一条的 结果居然变成所谓的人大的国会 居然变成了一个什么 居然变成香港式的立法会 大家都忽略了 香港式的立法会 正是行政部门 可以钳制立法部门 而现在是国会改革 是要让立法部门 可以去监督跟制衡行政部门 所以这个完全是倒果为因的 居然也可以这样大肆传播 因为它已经创造一个效果是什么 反正立法院就是很乱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一次 这个青鸟行动里头 我认为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后果 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 它掌握了讯息传播 第二个它让大家觉得 国会就是一团乱 所以以后国会讲的都不用听了 反正就听总统就对了 因为国会就是要来伤害总统 国会就是要来跟总统夺权的 所以国会都是错的 那我认为这两个 其实都会对未来 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第三个 我当然就觉得是说 它掌握到了很多新兴的 动员的技巧 新兴的动员技巧是什么 就是用说故事 用创意 却不断地去让这些 同样一个不见得 它是有事实基础的东西 不断地去散播 而这个就是我认为 为什么柯建民可以讲话 这么大声的原因 而这个其实虽然 行政部门看起来说 它会很担心 但是它又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未来 这就是它对付国会的武器 只要国会不听话 它就来这么一些 然后就把你污名化 你不管做什么 你永远在社会上 就是少数 你在社会的声量就是少数 所以这里头其实 国民党真的要很认真的去思考 民众党也是一样 要很认真的思考 怎么样能够去建立 更有效的 跟社会沟通的机制 怎么样能够去打破 这种谎言的产业链 我认为这种谎言的产业链 是对民主最大的伤害 但是当它是背后是政府 去支持的一个谎言产业链的时候 那更加的可怕 所以如何让 如何去建立一个 所谓的这种 讯息传播的一个基础设施 能够去打破这种 不断被复制的谎言 我觉得是现在 蓝白必须要视为 当务之急的一个任务 怎么样去建立一套 事实诚心机制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斗内 感谢这个是 五支烟的斗内 说节目要仔细看 感谢张梅华的斗内 说台大真的是一流吗 为什么可以讲的一本正经 可是却睁眼说佳话 感谢五支烟的再度斗内 他非常认同 善小伟说的 他觉得尖叫机很像某立委 那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斗内 那另外我就要来引用一下 马德昨天的独家了 在马德看到了 韩院长宴请 这个国民党自己的立委之后 他也独家掌握了一些资讯 就是韩院长跟兰伟的参讯 其实有特别交代了几件事情 也喊话了 他说希望接下来 国会改革的这个法案冲突过后 希望在未来这段期间 能够先暂缓推动 比较有冲突性的法案 那以民生法案 或是福国立民的法案为优先 那例如就像是再生医疗法 财政收支划分法等等的 那对于之前有部分的立委在质疑说 好像韩院长参与党团的事物不够多 摄入的不够深 甚至不够了解这件事情 那其实他也提到了 韩国瑜已经讲了 会指派办公室的人员担任窗口 加入各个委员会的栏尾群组 去了解到底委员会 要提出什么样的法案 进而知道栏尾的想法 可是历史哥 刚好张家俊这边也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全程在这四场的冲突当中 他都站在立法院的C位 就是韩院长的旁边 原来跟他答应韩冰的有关系 他说这一次的朝野攻防 他有跟韩冰传讯息聊天 韩冰也请他除了保护好自己 也要保护他的爸爸韩国瑜 所以他才会坚守在韩国瑜的身旁 这个张家俊委员本来 他是张家班的嘛 那张家班在云林当地跟李嘉 李嘉是非常非常熟弱 李嘉当然就是韩国瑜的夫人 他们家庭嘛 所以其实两家的交情 那个是绝对是真金 这个真打死打的啦 绝对不是说外面有很多那种传言 有些东西如假包换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王毅川呢 讲的东西那绝对是真的 绝对假不了 只是说他有没有把这个讯息的内容做扭曲 这是另外一件事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王毅川这个事情一定要一直追下去 刚才有人在说 王毅川这事情还要打多久 我跟你讲要打到底 不打到底 明天监控就是你 相信我 不用相信我 我跟你讲到时候死到领统都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就跟当年纳粹德国做的事情是一样 当这个纳粹在杀犹太人的时候 我不说话 当纳粹在杀这个工会的时候我不说话 当纳粹在杀这个斯拉夫人的时候我不说话 当纳粹杀到我的时候谁帮我说话 一样嘛 今天民进党王毅川 他今天监控的是老百姓 他监控青鸟 你可能不说 他监控小草你不说话 当有天他监控到你的时候 你说话也不说话 抱歉你没得话说 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很切实的 把它抓进去 今天大家先了解这个用心良苦的部分 我们很感谢制作单位 这个弃而不舍在追杀这一题 因为这一题不追杀到底 王毅川这种人 他会继续的滥用这种权力 他现在被抓到了 他纵然他不会下台 但他也会 不敢这么嚣张拔护 然后把这些讯息到处养 如果你这样轻轻触放 他以后就三不五十把这丢出来 他们会更加的嚣张 回过头来讲一下韩国瑜这事情 首先 我觉得韩国瑜他 这一次付出跟上一次最大的不一样是哪里 他对于 这个战略观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为什么呢 倒不是说韩国瑜过去很笨没智慧 其实事实证明就是 韩国瑜确实不像民进党所说的是草包 但是为什么 因为之前是人在局中当局者民 所以他因为当时在高雄 那个氛围救国人的新界 所以他有当局者民的问题 所以对很多的战略 他没有办法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 但是现在作为院长 当然院长是很劳累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院长真的是累到一个不行 但不管怎么样 他至少不会是第一线去冲突 然后每天要想施对策 然后左攻右攻的 左攻右攻到这边左之右触 要小心啊 所以他现在有一个战略观 那这个战略观是什么呢 第一会期的第一场大战把他给冲过去 因为国会我再说一次 我们是从五权宪法 然后转向三权宪法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国会 这个宪法修正案里面呢 已经把国民大会给冻结掉了 把很多的东西逐步再冻结 那包括监察院从民意机关 听清楚 监察院创立的时候是民意机关了 他在中国大陆时期 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他其实是民意机关 他是由各省的议会 去推派出监察委员 所以他是一个上位民意来做监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置 很精细 可惜的是因为修宪的时候 毕竟因为这些修宪的 很多像绿营的人士 他们都主张三权 那也没关系 这个我不去细谈这些东西 但我想呈现的是什么 就是监察权 他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转到立法院 也就是说当国会的民检 只剩下一个叫做立法院 以前国会是国民大会 监察院跟立法院都是国会 但现在只在一个 可是他的权力却是被阉割的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战略上 如果国会不能正常化 他们一直讲扩权 这次都抹黑啦 就是国会的正常化 没办法达到一个状况的话 那这个国会监督等于白费 浪费时间 这选择立委也没有用 因为民进党已经有一套 用行政机制去前置国会 把立法院变立法局 把立法委员变立法员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 事实上我这边必须要公开的称赞 两个人 一个是韩院长 一个是副总召 那当然也要称赞黄国昌总召 就应该说这三个人 因为你大家还记得吗 最先讲国会改革的 其实是黄国昌 黄国昌拉上了柯文哲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闹的 是柯文哲拿来交换什么的 但黄国昌他真的把他透彻到底 傅昆琦是最早响应的国民党员之一 还有呢韩国瑜 他在当院长 所以这是他们三个人的共同意志 把他贯彻 为什么这背后所隐藏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一个残缺的国会 我们不能抱残首缺嘛 OK 好 好那贯彻到底的过程当中呢 傅总召在很早他事一下就有讲说 他希望把这个国会改革法 在第一会期结束 当时我跟大家讲 有很多的媒体人都认为 私下都认为起起不可 因为这不是起起不可而已 是根本不可 为什么因为时辰上来不及 可是最后靠着 傅总召黄总召 还有韩院长的意志力 还有所有的蓝白的委员 大家共同把这个推回去 这是一场很重大的胜利 他是让我们国会 正常化的第一关 好那再来可是你要有一个修补期 因为前面你吃无敌信息嘛 可是你把无敌信息用完之后 那个能量要回补啊 那所以我说韩国瑜第二柱 韩国瑜去推动这样子 暂缓推动冲击性法案 其实也让大家去养父生息 为什么跟大家讲 国民党目前有一个结构性的弱点 其实民众党也是 就是你跟民进党 蓝白跟民进党对比起来 蓝白缺了一个很强的 政治的内在的一个情绪跟口号 或者情绪跟行动纲领 民进党的情绪跟行动纲领 就是台独 因着台独所有事情 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下 很多事情都可以牺牲 甚至可以喊出非常卑劣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他们极度丑化 这个黄国昌帮他办赏礼 等等这样做法 可是在大意面前 个人生死都可以牺牲 这个是民进党的内在礼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可以号召清鸟 民进党为什么他的动员群众 会这么的坚铁 是这样来的 可是蓝白有个不一样 蓝白的支持者很多 他相对来说 他是比较希望 我一直讲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稳健派的一种思考 希望国家能够稳健的运行 所以这里就造成说 如果你一段推冲突法案的话 那事实上对于蓝白本身的委员 是有杀伤力的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跟大家去讲 那可是你要有桥梁嘛 所以现在把它加进去 这是好事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沟通的顺畅 那这样的一个顺畅的过程中 就可以减少就是沟通的一个成本 也可以加速内部整合的力量 那未来一些重大法案的时候 在推动的时候 至少可以先让院长知道 那院长知道之后 彼此之间的步调的配合 会更加的顺畅 那我会比较期待说 未来四年这国会的运作 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 至少我们整个国家五院接律 对不对 五院四院接律 然后整个国家的系统被民进党经过了 将8年 往12年过渡 那代表一个世代人 包括很多事务官都变民进党的 这个工具人的时候 至少有一方原地 可以把这样的力量锁住 让台湾不至于完全失控 跟刚刚民进党团收到了 尖叫机拍照一样 也让我感到其实对未来挺恐慌的 尤其国会还要吵吵闹闹到何时的 我要请问博弈议员 竹庸泰同时他也同步 他们要开始启动宴请律委的交流了 一样他们会分成四个题次 然后说要连线作战 更提出了立法院行政院联军作战 反守围攻 他们这样的作战是要抢政策的发球权 当然我们也知道 民进党团就在等嘛 预估最快7月就要提出视线 看看卓弈泰讲的跟卓弈泰做的 到底是不是一样 卓弈泰之前去拜访韩国务院长的时候讲什么 他说哎呀这不好意思啊 我们接下来应该要透过宪政程序 请立法院再次审视相关的法案 请立法院多多谅解跟体谅 讲得非常客气 态度很软哦 很软 感觉他是民党里面最软 最想跟国民党好好沟通的一个 结果接下来召开所有的 立法委员集合啊 各个委员集合啊 点兵点将啦 接下来出征了 战斗律要出来了 对要出来了 直接通通就每个委员集细节来分工怎么做 都做出来了 那你之前讲这么好听 真笑耶嘛 事实证明了 真的是真笑耶 为什么很简单 先看第一个点 赖金德到现在到底有没有去看过 在野党的所有的党主席 以及在野党的党团 有没有 没有去嘛 他还是没有拜访 也没有沟通 完全都没有 连蔡英文都去了 赖金德就是不去 代表什么意思 赖金德打从心底 他就没有跟你在野党 赖金德见韩国瑜了没有 也还没有 都没有啊 党团拜访完全都没有 夸张 完全没有 太夸张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他就不想要跟你好好合作啦 他根本看不上你啦 对啦 关你讲什么 你们去闹什么 反正我赖金德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所以呢 那在赖金德完全没有反应之下 民进党做了什么 做的可多了 邱毅营一下骂 克文哲跟国民党 因为没有办法赢得总统大选 联合起来又发动政变 然后下午呢 就给罗路强一巴掌 哈哈哈哈 吴思瑶说 国民党的提案 都是鳄鱼的眼泪 猫哭浩子假慈悲 然后林淑芬给麦玉珍一拳啦 最好笑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 还告了八位蓝云立委 杀人未遂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个邱毅还去言商 对啊都去了对 都通都去了啦 那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跟我说要跟国民党 要跟在义党来谈合作 来互相体谅 真笑诶啊 比王毅超还真笑诶 我讲真的 所以我说 国民党接下来 不管你要做什么法案 包括你说想要针对民生法案 等等法案来做 我觉得当然是OK 因为毕竟这个国会改革 就原本一开始 民众很多是没有敢的 因为是国会内部的事情 是因为扯到王毅超还 监控人民的时候 才发生一些失控 跟跑歪楼的情况 但问题是 民生法案如果国民党 接下来包括在义党 能够提出真的对民众有意义 而且民众真的有敢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要不然现在一直被民党那边 用舆论战啊 用彻翼攻击 我觉得本来就是要找一些 不同的方式来互相搭配配合 但在这么做的同时 千万不要去相信民党的善意 真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善意 好不好 从头到尾都没有 从头到尾 他们唯一想要做的 就是把你在义党 整个踩在脚底下 继续贯彩清德 从他当台南市市长 那种霸道的行为 到现在当总统 还是一模一样没有改变 所以我在讲 接下来针对各种的法案 在义党 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罢 做好准备 该怎么去推行你的政策 尤其是该怎么样 去把你的政策 说明清楚 让民众都知道 我觉得会是下一波的政治攻防 而现在把自己做好 民党要怎么做 随他 因为对他们而言 他们就是一个 输了也不会承认的政党 正常来讲 以前他人多 在绝对多数的时候 要过什么法案 不就过什么法案吗 但是当他现在人少的时候 法案过不了的时候 怎么办 就绕人 常常绕人 来增加他的气势 但为了这种做法 我老实说 民党他自己也搞不定 他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 这一次清廖行动 老实说两个礼拜 大家真正来了 大概两次到三次左右 后续连卓榮泰自己都讲 不要再来了 再来 这给大家冷静 其实我怀疑他们本来 是想要每周二周五 都在外面发动 因为当时你看周二 他们结束的时候 他们说周五再来 可是结果发生退群事件 就崩溃了 而且有个最重要的重点 是现在的执政党 是民进党自己嘛 你有种通通包围好不好 赖清泽时任报告 也都不要做 卓榮泰时任报告 也都不要做 接下来明年做的预算 也都不要审 我看一下现在台湾 所有的相关中央单位 要怎么运作下去 所以对民党而言 我觉得他自己非常清楚 这一回他感觉吃到甜头了 因为清泽刚刚开始 造成很多舆论的增加 但是如果持续的拖下去 对民党反而不利 所以他们现在收手了 但是他们却更实在的是 要实打实 来进攻接下来的东西了 所以我说国民党 绝对不要被民党 包括绿营的善影给欺骗 因为那都是讲得很好听 实际上他除了 要整垮你再业党之外 他绝对没有做第二的想法 所以接下来 该怎么去应战 该怎么样重新的找回民众 对于在党的支持 则是国民党以及民众党 最重要的事情 而民进党 而民众党最重要的事情 对 左教授我当然也要补问一下 就是虽然现在 辅方是否认的 这个我要先前提再先 不过大家还是很担心 如果战斗率都出来了 那辅方会不会提出 或是赖清德 会不会启动一个愿计调解权 那这个就要请 左教授帮我们来解释 他的这个意义 可是吴思瑶或是辅方 辅方博士 目前没有这个想法 吴思瑶说 反正宪法赋予的工具 已经不够用了 才会去启动 可是行政院复议 不一定会赢 但我们的视线 它是相当有把握的 王宏威他就讲到了 如果是愿计调解的话 根本就是在欺负 立法院长韩国瑜 愿计调解权 其实有两次 曾经被提起来过 一次是在陈水扁时代 一次在马英九时代 那陈水扁时代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 核四的争议 因为陈水扁去拜访了 这个在野党的领袖 结果拜访完了之后呢 马上就这个行政院 就宣布要停止 停止核四 所以在野党就非常气愤 因为当时立法院是通过了 要这个启动核四嘛 那所以最后就是就 陈水扁当时有提出来说 是不是就来通过 院计调解权 来这个邀请这个立法院 跟行政院长来协调这个 核四的问题 但是当时王金平是拒绝了 那因为原因是什么 他认为说 这个已经是立法院 通过的事情 你就应该根据 我们的宪法怎么规定 然后你就去怎么执行 那同样在这个太阳花 那个时候 马英九也曾经提出来过 说要通过这个 院计调解权 但是当时王金平 也同样是拒绝的 因为他同样是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行政院 跟立法院之间的问题 当时他的主张是说 因为这个是立法院内 不同政党党团的问题 不是这个立法院 跟行政院之间的冲突 好 所以在过去 这个两任总统 都曾经有过这个 院计调解权是不是要启动 那但是都没有 都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案例 就是说真正启动 那当然更不要说 它有什么具体的效果 不过现在我看起来 它是不会用这个所谓的 院计调解权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因为它的确现在有其他的工具 比如像大法官 各位如果大家去看大法官 过去视线的这个案例 包括党产条例 包括这个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在大法官视线都没有 让它变成违宪 所以说大家很多人是认为说 这个现在的大法官 其实让很多人怀疑 他是不是在这个重大争议案件里头 都是会朝向对绿营有利的方向 去做解释 当然我还是相信法律人是 多数的法律人是有良知 跟这个独立思考的判断 那只是说 在这个大法官这个机制里头 民进党显然是会比 通过院计调解来说 对于民进党更容易 更有利了 我觉得是第一个 从这个方向来看 第二个就是说 他现在也可以先通 他在大法官视线之前 他还可以申请一个战刑的命令 去停止这个法律的执行 所以他是要把这个战线拉长 而且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前两天有300多位律师 出来这个声援 那这个大家可能看到就说 你就这不过是 拉了一群人出来讲话 其实不会 因为当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当他们都出来 表达立场的时候 这个对大法官的意见 也可以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 因为说是不是法律界 普遍的意见都认为是 这个法律的这个立法过程 是有瑕疵的 然后是不是都是认为说 那这个里头的确是破坏了 原本的这种行政权跟立法权 乃至监察权之间的权力分立的结构 所以他们的意见 其实是有影响力 不是没有影响力的 那这都会使得大法官这条路 其实对民进党是更加有利 那当然再来我说 其实民进党的重点是什么 民进党的重点有两个重点 在我来看 第一个重点就是赖清德不要进立法院 其实重点是在这里 因为赖清德以前他就在台南市 他就不想进议会 那后来是因为他知道再不进议会 恐怕真的会被监察院弹劾 所以后来他就进了议会 所以他不想要去面对这些立法委员 那因为他不想去面对这些立法委员 所以你看看在党团协商里头 柯建明一开始提出来就是说 是不是赖清德去立法院这件事情 大家要再重新来协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那只要他现在说 这个东西还在事件的过程 他就可以去阻挡 所谓国情报告的进行 第二个是什么 他要利用这个过程里头 拉长这个战线 让他增加他的社会动员 所以他现在就是不断地去找 这些法律的这些漏洞 这些在立法过程里头 可能应该要去做一些微调也好 或者做一些讨论也好 可能讨论时间不够的 那然后让他认为说 这些是有问题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什么最后这个法案 会变成最后只是靠表决 因为民党的立法委员 都不愿意来讨论 就不断地通过程序上 要去背格他 但其实这个调查权的行使 还真的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 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头 能够一方面能够让立法院 能够有效地去执行他的权力 二方面能够降低 最大程度去降低 对于人民权力的这种 可能会带来的限制 我觉得这两个部分 其实是需要把它的程序 再做一个更明确的厘清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民进党 现在希望拉长战线之后 不断地去所谓的这种非道德 就是把这个蓝白所控制的议会 完全把它妖魔化 完全把它这个认为它 就是破坏颠覆它的正当性 所以它当然会要通过这些程序去做 那么反过来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 乃至于这个韩国医院党 其实现在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被拉长的战线里头 能够去加强在社会沟通上 或在后续程序的补强上 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 我认为因为 比如像说像调查权这个问题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国会都有调查权 又比如像藐视国会 英国美国都有藐视国会 包括像这个川普的前顾问 最近也才被 因为藐视国会被判刑 但是这个过程 它是有一个很严谨的程序 像英国的国会 它可以通过国会的这个决定 就可以判定一个人是 有没有藐视国会 但是英国已经有150年 没有任何一个个人 包括官员 因为藐视国会罪被判刑 虽然他的藐视国会 是可以判两年的 但最高徒刑是两年 但是没有 15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判刑 那这个其实就变成说 你立法院的正当性 立法院的被信任度 其实还是重要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它这个具体程序的这些讨论 跟制定来去降低大家的疑虑 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未来 拉长战线之后 国民党民众党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不断地去喊话 或者说再抛出新的这些议题 而且把既有的这个战线 好好的把它守住 好好的把它打好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拉长战线之后 我觉得怎么样到社会上去说服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因为我刚刚讲 民进党为什么要去发动青鸟行动 最主要的一个考虑就是 他要找回他流失的青年选票 他要重新让大家看到说 民进党是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年轻人是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那这种情况其实有很多是自我复制的 可是你要怎么样去改变这种印象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 对其实去青鸟行动的人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 可是问题是大家已经得到一个印象 我身边的人都去了 真的是这个好像真的 国会的立法过程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你说讨论不足 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说讨论不足 可是你要说它是违法 它就站不住脚 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头 能够创造一个 让没有去参加青鸟行动的这些年轻人 他也敢于站出来 我认为还是很多年轻人 不赞同这些青鸟行动 或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严重 可是他们没有站出来 他们没有人能够公开的讲话 或者他们没有人愿意公开的讲话 所以你这个社会的说服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一仗打的不只是立法仗 这一仗根本打的就是一个社会仗 打的是一个重建国民党民众党 这个所谓在野政党的社会正当性的一仗 如果这一仗没有好好打 那你以后要推任何的法案 都会被冠上一个所谓中国法案 都会被冠上一个所谓的 扰乱行政权 就破坏国家治理的这个帽子 所以你要从 就要从这个法案开始 努力的去改变这样子一个社会的氛围 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绝对的 我们这个在野党还没有变成绝对的劣势 但是如果不努力去做 它就慢慢变成一个劣势 感谢我们的网友何仙仙 然后张梅华跟潘S的斗内 我想要快速的让历史歌帮我补充另外一件事情 你们还记得民进党推动的立委 到大陆需要报备的这个法案 要求明代如果参与立法院的秘密会议者 附中是需要申报的 那他们现在主打一个议题说 都被蓝白给联手党下 黄杰更是表示 民进党提了九个版本 蓝白五度封杀 一党再党 要成为大陆的特洛伊木马吗 你要黄杰 这就是刚才左教授在讲的 就是国民党跟 这个 就蓝白对于民进党的差异 黄杰已经在做论述铺陈了 所以他五次 不用管他内容是什么 但他还告诉你五次 而且他列得很清楚 所以他的选民就有一个既定印象 就蓝白在害怕 你们是不是舔共 你们是不是私底下跟共产党勾连 你们有勾连 你们是要卖台 所以未来他就是在出什么 抗中保台的铁拳要打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阶段 尤其国民党作为百年大党 不是百年的 130年的 因为1894年 这个甲午战败之后 孙中山就奋而成立了 这个新中会要救国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经过多少风风雨雨 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他始终 他还是存在 那存在就必须要想想看 到底核心是什么 其实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 所谓废考间的问题 那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都要拿出一些很切实的方法 很核心的论述 今天因为时间不过 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长篇大论 但我只是还是要再讲一个很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人物 能够做事情 那也能够通过一些法案 但是他没有办法在论述战场上面 跟民进党在那边拟长我短 这是现在最弱象的地方 对 当然新的一代 包括像博弈 其实都还蛮能阐述一些理念 但是这个东西要扩及到党的高层 就党的高层要了解到 你的党籍需要贯彻始终这件事情 其实别的不说啦 国民党的党主席 只是从上个世代 现在慢慢换到朱立伦 已经是上个世代的最下线 再下来会再往下 因为之前也有试过江启成 但因为江启成 毕竟就仁丹是孤最后倒台了 但他现在要做副院长 也就是说国民党 下一个世代再上来之后 可能会再好一点 但是 终究还是要回归到那个问题 不能只是靠年龄靠个人 而是你要靠整个体系 整个系统 你国民党的隔时院呢 你国民党的智库呢 有一次我很感慨 我下了节目 我跟左教授在提示场聊了很久 我们在聊这个事情 我说我一个跟国民党 超级毫无言言的 我们家就绿的 我还都可以讲三民主义 讲得比你还清楚 那你到底你是什么 所以考肩的问题 你的标杆立出来 人民不是怕你少数 人民不是怕你说 你今天反对考肩 人民今天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你到底要什么 你不知道你讲话永远喊鲁蛋 那谁能受得了 所以其实大家希望听到的是 国民党应该坑枪有力的 阐述你的政党 到底你的核心是什么 你的中间的 你的整个支持者的基本 区块鸡蛋是什么 你的得票分布是什么 你这个党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才会未来才可以跟民进党 这样子你长我短 否则的话未来真的 慢慢的消亡消去 也不是不可能的 今天谢谢大家 拜拜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你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时机的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